不过来谈到这个宝来花园广场 到底是怎么买下来的 这个之前呢 汉来饭店的创办人侯熙峰 是被特征组来约谈 怀疑呢 这个贬家的宝来豪宅 是透过他来筹资 再透过这高新昌监察人 吕和林的名义来购买 不过来看到侯熙峰的哥哥 也就是汉来饭店董事长侯熙全 他也现身了 不过他也透露说 弟弟当时这么做 也只是好意 说之前有讲到说特征组 讲到这个 谈到特征组就急忙撇清 他是汉来饭店董事长侯熙全 弟弟就是赫赫有名的汉来创办人侯熙峰 最近因为贬家宝来豪宅 让汉来帮侯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侯熙峰还被特征组约谈 谈那些什么侯熙全露了口风 他对于人世间的事情也看得很淡 这么多年来 其实那也是好意 也不是什么外意 因为检方怀疑贬家买宝来大楼的六千万资金 很可能就是由侯熙峰 还有高新厂董事长吕泰荣等汉来帮成员筹德 再由吕泰荣的姐姐吕和林充当人头来购买 但是这六千万是不是牵涉贬家洗钱 或是资金来源为何 是减掉权利追查的重点 侯熙峰等人当然成为重要侦查对象 但是侯熙全这一句弟弟是好意 似乎间接证实 宝来的资金来源非常的复杂 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帮 来的人就是汉来的朋友 就是汉来人嘛 那是一个提供大家在那边住宿休息 然后用餐 很好的环境里面去用餐的一个地方 大家交交朋友这样子而已 那做饭店里面就是这样广景善言嘛 从高捷弊案一直到扁岸 高雄汉来帮都被卷入其中 侯熙峰十年来 还清国粮建设198亿元的债务堪称传奇 但是现在又扯上弊案 做哥哥的也免不了感叹一句 反正你不要扯到政治问题 扯到政治问题就很麻烦了 中天新闻张旭 朕仁宗台报道